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万公顿 这些圣食有没有可能在被丢掉 被不要之前再利用呢 台中市政府决定 要从减少果菜市场的圣食开始做起 他们是南检社区的志工妈妈 我们现在要去拿菜 不是买菜 是拿菜 摊贩每天卖生的菜丢掉很浪费 他们就把那些剩下的比较丑的 或者是快要过期的集中起来 留给这些社区妈妈来拿 对 然后需要干嘛 然后去煮 给老人家吃 今天来市场拿菜 不知道他要什么菜 当有的是有有的 这是水水的 所以用这个桩比较安全 到了 就在这里 好贴心喔 你看还有分类 这边是鱼肉类 熟食类还有蔬果类 看有什么 空的 这边熟食 也是空的 鱼肉呢 还是空的 组长 你们的菜被拿掉了 没有 在冰箱里面 帮你们冰起来喔 对 这么贴心 看一下 整洞布 这个粽子吗 不是耶 黄色的 素鸡啦 对 所以拿回家 滷一滷 给老人家吃啊 那里大包包是大骨嘛 白骨 满重的 可以煮多少 煮一餐 煮一锅锅 一大锅 可是这一包 好像是蒜头吧 蒜头喔 而且蒜头还帮你剥好皮了 对... 下面那一袋咧 那个是猪血吧 这里是猪血 猪血 来 所以明天中午就要喝猪血汤 对 猪血 今天总共省下四百多块 还不错 而且每天早上十点多 他们早就在社区开始做菜了 从市场拿回来免费的食材 只经过一个半小时 在社区妈妈的巧手之下 变成好伤的菜肴喔 组长 哪一些是你们之前拿的食材 这个是鲜枝肉 是从菜市场拿回来的 地瓜也是我们南点社区 爱新菜园种回来拿回来 香肠 这个是辣肠 这个是香肠 拿两次 一次不过 我们再拿两次 两次过了再去煮 煮起来 要地瓜吗 地瓜不要 跟大家一起吃多久了 半年多了 半年多 你觉得怎么样 来太晚了 我以前不知道 感谢鲜枕 鲜枕我们付出 没有薪水来做 这样 这些老人 这些有法度的汤来 这些香肠 六菜一汤还有地瓜饭 纖维食 不错 然后加上水果 老人家都吃光 像你们这样去拿菜 营养午餐的成本 可以省下多少钱 以我们社区的祭典的开销 应该可以省到三分之一 省这么多啊 对... 把剩食 剩余不要的食材 变成了蓄食 可以继续吃的食物 南检社区做了不错的示范 过去的资料显示 台湾果菜批发市场平均每年 会产生13万公顿的果菜残渣 但是这领域大概只有40% 做成了堆肥 那其他的到哪里去了 而我们每天制造的食物废弃物 又怎么处理呢 台湾人爱吃 从小吃摊 餐馆 饭店 到处邻里就可以略知一二 但你知道吗 也因此食材被浪费的特别多 台湾人一天制造出来的厨余 可以堆起60座101 跟着TVBS的镜头一起深入厨房 看看食材都是怎么被利用 这里是新潮台菜餐厅的厨房重地 负责管理食材的厨师手上拿着本子 一边打开冰箱确认 一边记录十分仔细 看生意量的好坏 然后再去决定要去叫什么货的多寡 避免说食材会过多的囤积 还是说造成不必要的摆放 还是丢掉 每天都要检查食材的用量 来确定定货的数量 另外食材的应用 也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拿着透明压克力板在猪肉上画出刻度 这些都是要做成东坡肉的食材 食材在烹调的时候 同一的规格口味才会一致 然后才不会有大小的落差 为了标准化 切完的猪肉旁边总是会有一些 无法做成东坡肉的边边角角 又该怎么办 别急着丢 他们等等可是要华丽大变身 哇 这座看起来超澎湃的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其实是餐厅的员工餐 他们发挥创意 把餐厅剩下的食材 还有边角料做成美味的料理 不管是辣椒炒五花肉片 还是炸猪排炸柳叶鱼 看起来都超可口 除了厨房里面的管理 场外点餐也要注意 你帮你上下餐 三合肉蛋炒饭 香喷喷的菜色总是让人看得食指大动 一不小心就被自己的胃口打败 点了太多的菜 从点餐的时候就要给客人正确的量的指引 就是通常他们会问我们说 这个是几个人吃的 或什么 因为我们有小份 标准份 中份 大份的部分 如果吃不完也没关系 像是锅类或是比较下饭的菜色 餐厅也会建议打包 他们要打包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 回家也可以吃赞不绝口 这样说这个帮我打包 有着甚至只剩一口也会打包 如果不打包 剩下的厨余都会送到厨房里的厨余桶 每天都有专门的养猪户带走 根据台大农金系教授徐世勋研究团队 所制作的数据发现 台湾一年粮食总耗损至少373万吨 一个人一年就浪费了158公斤 换算成一个450克的国民便当 每人每天约浪费一个便当的食物 然而台湾零售消费端浪费超过总耗损量的6成3 比亚太地区平均浪费比率多两成 根据台大农金系制作的亚太两损资料库显示 台湾家户个人浪费的农产品以海鲜为最大宗 占比近20% 第二大类则是水果蔬菜分别是17%和16% 肉类米饭则超过一成 奶类有9%的浪费 蛋类则最少只有2.8% 让消费者晓得你食物的浪费就是浪费水资源 浪费农地浪费能源 要有这个体认 为了不让厨余变成问题地方政府也积极处理 厨余它基本上是一种生殖的 在台湾目前主要是作为堆肥跟动物饲料的使用 那如果我们不把它回收的话 当作一般垃圾去焚化 那感觉上是有点可惜 像是位在新北市土城分队的清洁队 每天厨余堆肥处理量就达到12吨 虽然垃圾分类推行已久 但在厨余这一块却不够确实 因此清洁队同仁都要用手工把塑胶袋竹块等垃圾挑出来 才能让破碎机把蔬菜果皮或是茶渣搅碎 堆肥厨余初步处理好之后就要送到占地400平的堆肥厂 小山猫堆土机熟练的来回翻动 要把木屑和厨余混合均匀 这是制作堆肥的必要程序 一旁堆的比人还高的堆肥上冒着气体 上头还插上温度计 维持50度以上高温发酵 45天之后就能变成有机堆肥 可别看这一包包的堆肥 黑黑的不起眼 可是民众的抢手货 不少像这样的民众定期都会来清洁队购买堆肥 也有人选择用资源回收物来兑换 土城清洁队是新北市最大的厨余回收厂 每年处理的量都很惊人 就我们土城这边一年是大概650吨左右 那堆肥厨余的部分的话 我们一年收下来大约是2600吨 新北市清洁队每周135或246 都会带着清洁好的厨余桶来到社区 把装满厨余的桶子带回去 一周至少要走三到五次 社区里的厨余桶分成两类 一个专门装堆肥厨余 另外一个则是养猪厨余 都会定期回收 搬上清洁车回到清洁队之后 也要经过处理 把对猪脂不好的塑胶带 竹块硬骨硬壳挑出来 再交由养猪业者来载运 堆高机用特殊的工具 把厨余桶都放上车 每天的量约有1000公斤 不过像是垃圾或厨余回收场 一开始都会受到附近居民抗议 他们又是怎么扭转劣势 现场我们的味道并不重 我们的同仁每天都会清洗 包含现场的场地 所有的桶子都会清洗得很干净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这个意味 在新北市环保局跟各区清洁队的努力之下 厨余回收比例表现相当亮眼 比较一下六都厨余回收率 新北市15%回收率最高 台北市14%紧追在后 桃园台中都不到10% 台南超过一成 高雄则不到10% 民众所产出的总垃圾量来看的话 总垃圾量就是包含了厨余资源回收物 以及其他的垃圾 那我们这里面厨余回收的比例 大概是14%左右 那这个在全国来说 也是相当好的一个成果 要提高厨余的回收率 其实最重要的是做好分类 除此之外 不管是变成堆肥 养猪 还是收集做成再生能源 都有赖政府规划最终的流向 让厨余利用的方式更加多元 才能让资源利用不浪费 TVB的新闻 叶俊宏 附建成 吕培君 新北市采访报导 的词望 福利用交流 优优独播导